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 自首 公义 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这些事你要讲明 劝戒人 用各等权柄折备人 不可教人轻看你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再读一次 11节到第15节 来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 自首 公义 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我们 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这些事你要讲明 劝戒人 用各等权柄折备人 不可教人轻看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一同来到你脚前 就将我们的心归给你 主盼望在新的恩典当中 我们遇见那活泼的主 如同你真是在我们这里 对我们的心深处说话 神的恩典显明 是要你显明你一切的慈爱 你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耶稣基督里 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 主啊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这福气 看到这所有一切的宝贝 以至于我们心 真是福福与敬拜 主我们把今天的聚集 交在你手中 带领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过去几次 跟弟兄姐妹一直在交通提多书 我们看到保罗如何拆遣 他的真儿子提多到克里特岛 在那边虽然也是一片的 虽然是经济的繁荣 外面看起来都非常不错 但是在里面却是一样的败坏 但是感谢主 即使在这个败坏的地方 那里有教会的诞生 主在那里 兴起他的见证 一个一个的 诗上的名阳 被神剪在手中 一同能够聚集在他面前 保罗真是劝得提多 你要将那真实天上的道理 耶稣基督的道理 真是教训他们 盼望在这个弯曲被虐的世代当中 一样的能够持守在这个真道当中 使我们的主民 能够得到彰显 所以我们过去在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都看到 保罗不仅讲到他自己的一个使命 是从神呼召而来的 他也盼望那共性之道提多 一样的看到是从神来恩典 继续地传扬下去 他叫提多在那里 如何设立长老 盼望那长老 在那里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和榜样 他又教训了提多 如何在那个真道上面 能够紧紧地抓住 又要那责备 又要劝勉 那些所有在教会当中悖逆的人 只盼望一个心 能够让他们心能够回转归向神 第二章 你就说到 对着老年人的劝戒 对着老年妇人的劝戒 对着弟兄的劝戒 对着年轻妇人的劝戒 甚至少年人 在各样的角色当中 我们如何能够按着神心意 活出他的见证 保罗更是告诉他自己提多 你自己要成为那个榜样 言行一致 盼望那个十字架的工作 先在你身上能够成就 在上一次我们跟您交通道 做仆人的 如何真正做仆人 不再像过去一样了 因为你遇见了主 心中有主 凡事为了尊荣主道 保罗如此的教训 就是盼望蒙恩的儿女 一同在真道当中 活在真道的光中 能够向着我们的主 一同而去 在那里有真实的见证 保罗在这里 十一到十五节就说到 保罗为什么要如此教导我们 是因为神恩典的显明 是因为神恩典的显明 在这里说到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 有三件事情 在这短短的五节当中 第一个 这恩典的显明 是为了要救众人 是为了要救众人 第二个 是为了要教训我们 这个教训也是说到 他要如何端正我们 改变我们 塑造我们 第三个 这个恩典 要带领我们继续等候 等候一个更大的福气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这是这五节当中 保罗要述说的真理 我们想到神的恩典 这边讲到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 其实我们想想 从小到大 其实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我们都知道 我们父母亲也好 或是学校也好 都教导我们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饭 你想要得什么 就要自己努力奋斗 我不晓得你们从小是不是这样子 人家这样子教我们的 爸爸每次都告诉我 家境不好 你要奋斗 你没有不奋斗 你就没有未来 所以从小就知道 所有东西都要靠自己奋斗 没有白白的恩典 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 没有真正的恩典的时代里面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恩典 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靠我们努力得来的 甚至 连自己 包含我信主了很久 我都觉得这个得救 也是靠我自己努力的 因为从小 就是教导 就教我们要做一个好孩子 要努力向上 虽然知道我们生命 有一些缺点是改不了 但是真是心中一听到救主 救主耶稣要赦免我们 他要帮助我们 心里总是会受一些感动 所以我们就愿意接受耶稣了 但是说实在 打从心里面深处 就好像觉得 主应该救我 像我这种人一样 因为是好人 是有良心的人 看到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 真的受感动 所以真正 真正有时候在我心中里面 那个心深处里面 并不觉得得救是 是多大的恩典 到底恩典是什么 到底恩典是什么 我相信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应该都听过 恩典是我们从神手中 接受了不该得的 我们本是不该有的 但是神却愿意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 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在芝加哥有一个人 是一个杀人疯狂者 他一次常常就是杀了 杀了许多的小孩子 他不但杀了他们 而且把他一块一块的切了 放在冰箱里面 这个有空就拿出来解冻就吃了 有一次他真的就被逮捕了 经过了审判 被判除终生的无期徒刑 后来被送到监狱里面去 就在这个监狱当中 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去探望他 去跟他传福音 结果呢 他信了耶稣了 他真的信了 他真的信了 信了之后 这个传道人要给他施禁 当这个消息传出去 不得了 他说 这种人配得吗 所以当他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 那个传道人马上接了上百通的电话 警告他 你若是为这个人施禧 你小心你的性命 结果真的是 当这个施禧完了之后 不是传道人的事 这个被杀人 杀人这个人血的人 还是一样送到监狱去了 结果就被监狱的其他人 活活给打死了 在那传福音的弟兄 讲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像这样子的人 就是像这种样子的人 主也是救他 当那个弟兄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听到这个故事 这种人也能够配得 好多人站起来就走了 什么是恩典 恩典 就是给那些不配的人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她要结婚了 她的先生 她们已经都定好了时间 那天她们要结婚 但是很不幸 就在那天结婚的时候 那个男的 跑掉了 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为了某个原因就跑掉了 当天结婚典礼 男生没到 但是这个整个婚礼 她已经花了多少钱 这个不可能再 这个不可能再取消 那个钱也收不回来了 她就想说算了 既然这个钱都已经花了 这个男朋友也跑掉了 我干脆就请这个在外面 接到这个流浪汉 罪鬼啊 全部邀请他们过来 当这个去邀请过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 那些罪汉啊 罪酒的人啊 这个流浪汉 都不敢相信 因为那是高级餐厅啊 怎么可能我们这种流浪汉 会可能进去呢 但是他就硬拉硬拉 就是把他拉进去 果然这些流浪汉 这些罪鬼 哇 吓得真的是 里面惊吓 哇 一进去 有人帮他开门 一进去 有人帮他这个引导位置 一坐下去 有人帮他安排所有的事情 又听到小提琴的声音 他说这个流浪汉 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 什么是恩典 恩典就是不配有的 你不该有的 神今天愿意给你 不是我们好 是主的怜悯 我们在神面前 没有一个人 可以因自己所行的义 而向神来跨口 都是神恩典 人的义在神面前 不过是像破烂的衣服一样 没有什么价值 全是恩典 是神定义要将这恩典 赐给人 恩典也是在基督里面 以佛所书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识给我们的 是神用诸般的智慧 all wisdoms 你说用一个人可以了解的话 就是神好像是用的绞尽脑汁一样 当然这个不是 这个只是用让你们好容易思想 这个绞尽脑汁 所有的 wisdom 诸般的智慧聪明 把这个全辈 全封 全足的恩典 救赎 把他儿子耶稣基督 赏识给我们 这个充充足足 更是说到 是完全全辈 没有任何的瑕疵 没有任何的遗漏 在这恩典当中 他又不能背乎他自己的本性 他是圣洁 公义 慈爱 怜悯 温柔 信实 他又不能背乎他的信实 莫大的恩典 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识给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读了以佛所书也好 或是哥罗西书也好 就让我们真正知道 神是把他一切丰富 有形有体的 摆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又把耶稣基督 给了我们 这是恩典 是最大的恩典 也是我们唯一需要的恩典 你有了基督 你什么都有了 你没有基督 你有的 也都不算书 感谢赞美主 这是神恩典 他要把他儿子耶稣基督 给我们 当我们看这个历史一节的时候 看到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写明出来了 所以这个恩典 第一个要让我们看见的 是救众人 这个恩典不是给我们 给我们单单享受 这个可有可无的 不是的 这个恩典 写明出来 是要救众人 我觉得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回想一下 为什么要救众人 这边讲到一个救恩的需要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且有审判 你我其实真正观察到一件事情 死亡 是每一个人在今日的结局 死亡 是你我在今世当中 每一个人的结局 有很多人可能在讲说 这个衰老就是自然现象 也有人讲说 在死亡面前是公平的 也有人看见了 面对着死亡 就是无奈的接受 但是圣经怎么说死亡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所以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 有死亡 不是自然现象 不是衰老 是因为罪入了世界 死就临到了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让我们真正看到救恩的需要 是因为罪入了世界 以佛所说那边第二章第一节 也让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我们与神是完全隔绝的 是在灵里面 我们与神没有反应 我们虽然好像是活着 可是在神变前 看的是死的 所以更是一个权势 一个瑕疵 让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的事情 所以在以佛所说那边讲到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行事为人 就好像随着今世的风俗一样 顺服那空中掌权的收灵 世界怎么教我们 我们就怎么学 世界怎么说 我们就愿意相信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就像是放纵的肉体情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 本为可怒之子 就好像是一条死鱼一样 一条河流往下流 一条死鱼一放下去 它就是顺着这个河流走 当初我们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如同这死鱼一样 没有一点生命的活力 救恩另外一个需要 不仅是死挟制了我们 而且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 你可曾知道 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 是按照他形象 样式造的 在以佛所说四章二十二节那边 说到 这救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了 所以让我们能知道 其实在地上一个罪人 我们已经失去了神 一切的荣耀的形象 所以今天救恩的需要 神不仅要把我们 从罪的权势捆绑当中拯救出来 他也要恢复我们原有的 神荣耀的形象 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感谢主 恩典的显明 第一个要让我们看到 是要拯救人 所以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 看到就是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到地上来 为女子所生 生在律法之下 为要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边也说到 他是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我们特做自己的殖民 所以感谢主 主自己来拯救我们 他自己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 他为我们付上真实罪的代价 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 放在恩典之下 如今 你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 来在恩典之下 今天神恩典能够显明 看到一件事情 恩典是白白的 神把这个恩典给人是没有条件的 是神愿意白白地给人 不是因为你做得好 不是因为我做得好 全是因为神定义要向人施恩 是神动了慈心 这恩典也是普遍的 给每一个众人的 就众人 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这个恩典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 不是这个恩典只给他不给他 没有的 所以有很多人讲说 不信的人跟我在讲说 哎呀 神就是预定我不得救 神的恩典是预备给每一个人的 你今天能不能得到 是因为你不愿意相信 不愿意接受 但是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看到 这恩典虽然是白白的 是神定义要给我们 可是 这个代价 却是极大无比 其实这个恩典一点也不便宜 你可以讲说 这是全宇宙当中最贵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觉得恩典 白白的就觉得它很便宜 不值钱 如果你有这样想 是因为我们不懂什么是恩典 求主真是能够光照我们 当我们心里面真实知道 这个恩典的宝贝的时候 让我们真是不敢随意的犯罪 因为每一个罪 那个代价 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 你可曾想过 如果今天救我一个人 就只有我一个是罪人 主耶稣也要上十字架 来拯救我这一个罪人 因为只有神的救法 十字架上流的血 才能拯救人 才能洗尽罪人的罪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开我们里面眼睛 让我们认真认识到 这个恩典的代价 是何其的大 我们若不认识 不知道罪的可怕 我们就不能明白 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受的刑罚 是何其的大 我们若不能明白 十字架上刑罚的残酷 我们就不能明白 其实我们伤了 我们的主的心 是何其的生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次来到主面前 看到这恩典 实在让我们心被恩赶 打从心里面 能够敬拜 赞美我们的主 这福音 第一个是救众人 想到罗马书第一章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保罗自己就说过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林人 保罗生生知道 那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或许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 讲到能力就是讲到神迹启示 讲到能力就是讲到恩赐 但是神说这福音才是神的大能 真正神的能力 在圣经里面讲到 这个能力就像是一个炸药的意思 Dynamite 炸药 这福音是神在耶稣基督里 带下的那个炸药一样 这个福音是神的能力 大到一个地步 是会炸开的 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这个能力不是要单单 只行一些神迹启示 这个能力 圣经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神真正的能力 是要救一个人 把一个罪人 从罪恶的瑕疵当中 给救拔出来 这是神的能力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言明 第二个让我们看见 当神恩典的显明 第一个是要救众人 第二个是要教训我们 除去不见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公义 敬钱度日 有人就问 既然是恩典 神是如此的恩待我 我们何必圣洁呢 该吃啊 该喝啊 该玩乐啊 反正神恩典永远不后悔 反正一次得救我 OK了 我上天堂了 反正我已经买到门票了 心里面或许讲说 反正在今日就尽情欢乐吧 我有恩典 大不了罪 我犯了罪 再跑到主耶稣面前 求主赦免一下 安哪 就是我们真不知道 我们里面还是眼下 我们不认识什么是恩典 在神恩典里面 不仅是带有赦罪的能力 而且在这个恩典里面 是给我们带进一个 新生活的一个能力 这个生命 本身是有一个 复活的大能在里面 圣灵也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一蒙恩得救 主住里面的时候 就要带领我们 过一个新的生活 罗马书 保罗曾经就讲过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人可以活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四个字 保罗说什么 断乎不可 断乎不可 愚昧的人 有了恩典 怎么可以 继续地活在罪中呢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人在罪中活呢 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 主住里面 圣灵也在我们里面 今天这个恩典 要带领我们 过一个新的生活 这个新的生活 是一个 也是福音大能 所带下来的 在使徒新传第一章 第八节那边 曾经讲过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这边讲到能力 其实跟刚刚 罗马书那个能力 是一样的 同一个字 但圣灵降临 你们在身上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得到一个 像炸药般的一个能力 有人说炸药般能力 就是好像让我们 行行神迹其事 但圣经怎么讲 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这个中文讲到 做我的见证 好像是讲到 做一件事情 其实在那里面 原文有一个意思 就讲了说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能够成为我一个见证人 能够走到各处 见证 耶稣是复活的主 你是一个见证人 当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 得到这炸药般的能力 他必然能够带出 一个圣洁的生活 活出基督 是我们生命的 那一个新生活 每一天靠着 在我们里面的主 如何能够活出 主耶稣基督 总是能够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你可曾知道 一个人肉身生病 得医治 好不好 还是感谢主 主还是有怜悯 但是这个人得医治 他还是会犯罪的 但是这个福音 所带来的能力 却能救人 拯救人 脱离那败坏的生活 改变我们 你可曾知道 一个叫一个罪人 什么都不像样的人 当他一蒙恩得救 这个罪人 如果你叫他活一个 像是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何其的难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只有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在我们身里面真正的运行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整个人的改变 能够成为神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 那是十字架的大人 在我们里面工作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做致死的工作 马可福音 在那里第二章 曾经讲过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主在教导我们一个真理 你看到每一个 最得蒙赦免的一个人 能够站起来行走的时候 生命再也不一样 若是他真正的重生得救 他起来所走的路 一定是不一样的路了 因为没有一个真正遇见主的 他的生命不被神翻转过来的 因为我们深信 在这个恩典里面是有能力的 这个恩典不仅除去我们的罪 这恩典是把基督的生命 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 真正使我们生命当中 能够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所以在十二节我们看到 这个恩典是来教训我们 是来魔造我们 是来训练我们 所以我们蒙恩得救 不是只有仅仅得救而已 不要只有停在那里 主还要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 主要教训我们 主要向我们心中继续说话 我们依蒙恩得救 以风手术那边说到 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 神开始要在我们身上 做那塑造改变 成为杰作那个永恒荣耀的工作 虽然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 并表示我们可以随便 常常真正注意 我们里面的带领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 里面的那个高游 圣经的话语 活在话语的光中 让神来引领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的角中 除去不敬前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进一步要带领我们 在今世当中 如何能够自首 公义 敬前度日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捩点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从此之后 要过一个180度 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是这个恩典 要把我们原来 我们向的死亡 罪恶过犯的那个生活行为 我们的所思所想 我们的所言 原来是向着 这个死亡方向 今天蒙恩得救 祖祝里面的时候 他要告诉我们 他要让我们180度 往神的方向走 离开 唾弃 离开了所有以前 被这个 不讨神喜悦的光景 但是神告诉我们 这个是靠我们自己不行的 是恩典在我们里面 他教训我们 他要除去 是足有能力除去的 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江山一改 怎么样 本性难以 但是在神 凡事都能 主在我们里面 祂带领我们 向着那不敬前的心 向着那世俗的情欲 能够有力量说No 能够拒绝 能够阻挡 这是在我们里面 那个生命的大能 能够带领我们说No 弟兄姐妹 真的 每一次真正碰到事态 或是里面 真是里面情欲的发动 我们愿不愿服下来 不再靠自己 不靠自己挣扎 不为肉体安排 单单回到主面前 主啊 祢救我 救我 救我脱离 那不敬前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我深信那复活的大能 那福音的大能 要在我里面 写没你的工作 你信吗 恩典 就是来 来出去 这所有一切不敬前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祂不仅给我们能力抵挡 祂能够出去 这个出去就把它 好像整个人拿掉 整个这个不讨神喜悦的性情 神就会拿掉 神就会拆毁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但是在基督里 永远有希望 永远有盼望 每一天 回到主面前 求主 施恩 怜悯 保罗甚至告诉我们 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神形象照的 有真理 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主注里面 祂能够占领我们一切 主注里面 祂能够变化一切 主注里面 祂实在能够实现一切 求主帮助我们 看到我们里面 真有一个宝贝 实在真有一个宝贝 不仅祂要除去我们里面 一切不讨他喜悦的 我们的肉体的败坏 世俗的情欲 不尽情的信 祂还要带领我们过生活 这边讲到 在今世自首公义 敬虔度日 讲到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里面的生命 要带领我们 每一天如何活在祂的面前 活出见证 彰显基督的生活 祂慢慢地带领我们 使我们能够自首公义 敬虔 自首 是对着自己来说的 能够真正知道 心里面是清醒 向着神是警醒 知道自己活在神的面前 公义 是指的对着人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敬虔 敬虔 是讲到我们如何 面对神 来在地上生活 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主耶稣曾经在旷野当中受魔鬼撒旦的试探 大家还记得吧 第一个试探 问大家第一个试探是什么 四十周夜 主耶稣在那边祷告 结束之后 饿不饿 撒旦说什么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把个石头变成食物吧 我们主说什么 还记不记得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 这很多弟兄姐妹想说 哎呀还好这个神说不单靠食物 还是要食物的 所以我们这个去去紧紧抓住食物 这个没有食物好像真的不能活了 但是神却不是这个 神讲这句话整个重点不是在那里 神讲到人活着 不是只有食物而已啊 你如果今天活着只是靠食物 你活着跟动物一样 你已经失去了 神造你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这句话真正的意义的目的 是要告诉我们 人活着需要神口里的一切话 不仅需要 而且要依靠 我们需要神的话 我们要依靠神的话 这是讲到神造我们 告诉我们人在地上活着的意义 活着的目的 能够真实地活在神面前 让我们这一生走在地上 是受天支配的 不是你喜爱怎么活就怎么活 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所以要告诉我们这一个人 是受天支配 活在地上 是主的见证 人蒙的拯救 不是说跟主 感谢赞美主 我自由了 我独立了 不是的 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 如今是义的奴仆 是要让我们真正知道 我们是自从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要学习 倚靠神 仰望神的生活 活在基督里面 如此 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有真自由 这个恩典 就是要来带领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每一天的生活是如何过 想想昨天好 礼拜六 你想一下礼拜六 你一天 起来之后 一直到睡觉之前 晚上睡觉之前 你怎么过的 你不用告诉我 没关系 你想一想 其实有时候 我自己回想 有时候蛮可怕的 真的就像主耶稣的 人活着好像只单靠食物一样 主在我们心中 好像有他跟没他一样 主责备了一下 主啊 是他的问题 受冤屈 主啊 我受委屈了 没有真正的能够自首 能够活在谁面前 在主日学那个班 教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学习 如何的灵修生活 神给我们新的一天 在那一天当中 我们好好的认真的活 昨天已经过了 虽然有懊悔 虽然有不顺心 但是毕竟还是过了 你只能在神面前 能够好好的 能够回想 我们当学的功课和教训 明天 说实在 在主的手中 也不在你手中 你也不用为明天忧虑 神指给你 当下就是今天 你如何在这一天当中 靠着神恩典 来倚靠神 你是否 曾经在每一天当中 安静在主脚前 在这里 祂告诉我们 祂要带领我们生活 你是否有真正停留在主的脚前 让祂对你的心说话 打开神的话 不是只是今天 我为了要满足每一日读经 我打一个勾 打开圣经 遇见了天上的主 遇见在里面的复活的主 主啊 对我心说话 你不说话 我今天不知道如何活在你面前 每一次来到主面前 你是否遇见 听到他那微小的声音 他那柔深的细语 打开圣经话语的光 圣经 你是否看见那话语的光 是不是遇见那位说话的神 其实我们不是在等候神 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是神在等我们 什么时候能够安静下来 是神在等我们 什么时候可以安静下来 跟他说说话 在圣灵里 有他跟他真实的交通 曾经我看过一个 一个传道人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还记不记得 上一次 你在话语的光中 遇见了主 你心中 那个激动 那个爱的激励 让你自己不能言语 不能自己 那个时候 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那是讲到我们 真正与主相交 被主的话带领 被圣灵的光照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们上次会听到 好多人 还是讲到 主如何带领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 主如何带领 那是三十年的事情 主如何带领我们 那是在蒙恩得救的时候 难道主不见了吗 主自己 他要带领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你是否真正的 愿意停留在主的脚前 一天二四小时 除了睡觉 其实还有很多时间的 我不相信 我说我们爱他 可是却不愿意见他 我不相信 我们说我们爱他 我们不愿意顺从他的话 求生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 主实在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看到 他花这么大的代价 就是为了要与我们同在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 深深的依靠他 他里面的带领 是宝贵的 是真实的 我们每一个举动 每一个思念 每一个决定 我是否有让他介入 让他在我心中 是主 我深信 是你 救我 爱我的主 你今天对着圣经说话 是要保守我 藏在你的爱中 是要带领我 行在你的意路之中 如此的生活 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是一生之久 到建筑庙为止 他如何不仅教训我们 要除去我们里面 那所有不讨他喜悦的事情 是他拿掉的 他更积极的 是要带领我们 走跟随他的脚踪 求神 求神帮助我们 告诉我们 当他教导我们 每一天生活的时候 从每一天当中 我们更多地认识 这位的羔羊 神的羔羊 在我们心中 更深地知道 他是我生命的牧者 他如何引导我 往前行 你看到在福音书当中 每一个真正 被神所拣选的那些使徒一样 那些门徒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里面遇见了基督 在里面遇见了那复活的神 从此他们的道路 再也不一样 他们跟随的脚步 再也不一样了 那就是他们生活的开始了 今天主 借着他十字架 保血洗尽了我们 我们重生得救了 我们的跟随 是否有真跟上 我们里面 往前行的步调 是不是主在引领我们 求主正是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好让我们真正看到 宝贝的基督 十字架上的救赎 这恩典的浩大 不仅救我们 他也要教训我们 我们只真正盼望 他的旨意 实在能够成就 不仅是我们个人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向着基督 在基督里面 以至于在基督里面 我们一同同归于一 好让基督 在我们中间 实在能够得着称赞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接下来 我剩下的部分 我就拿到下一次 我们在神面前 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一同来到你脚前 主 这恩典何其得大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我们连心想都没想过的 主 你却在耶稣基督里 将这恩典 丰丰富富的赏识了给我们 如今能够活在你里面 我们能够与你同在 耶稣啊 你实在是宝贝 你来道成肉身 就是要将我们 从罪恶当中给救拔出来 把我们带进到 伊玛内里的实境里面 主啊 真是开我们的 里面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宝贵的主 圣洁的主 你是我的心最爱 你是我的良人 主啊 求你真是怜悯我们 深深地抓住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不再任凭 让我们的心不再像雅各一样 我们还与你摔跤 让我们的心不再挣扎 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是 只有单单地安息 在你的爱的怀中 主 是因为你要教训我们 你要训练我们 你要魔造我们 出击我们里面 在所有一切不讨你喜悦 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好 让你自己能够在你恩典当中 你带领我们 能够跟随耶稣的脚中 让我们在你跟随的脚中 我们能够成为你真实的门徒 主啊 我们深信 你在恩典当中 使你自己多大的心意 那是动了慈心 那是富用诸般的智慧 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心实在被恩赶 来到主前的时候 盼望主 你自己将你自己的爱 厚厚地浇灌在我们里面 好 让我们的心肯 我们愿意 我们降服 好 让我们全人放在你手中 让你来带领 让你来雕塑 我们只有一个深深的盼望 就是你的心得着满足 谢谢我们的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